新聞的頭一條來看這個就期的公司 連發食品騎中華報道的中華槍 早上六點多火燒處 這個火是由工廠二樓的廚房開始來賭火 一開始原工想要自己打火 但是打不發 才趕緊打一一救來發救人 消防人員來到地 六所救出到二十一的原工 其中在四樓有十個月有十五的原工 不復照 美一支冷蔵庫 結果這個農園創一支冷蔵庫 有九個原工被救出來的時候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目前最新的狀況是 這整個工廠中有十個原工被救出來的時候 沒有死命的現象 其中有七的人已經算過失望 消防警官衝進火的電影中 調理裡面的原工救出來 嚴肚已經沒開了 經過急救水送病院 雖然消防警官 六少許人救出來 有九個原工被救出來的時候 都已經黑漏漏沒開了 趕緊送去有錢的病院急救 土火的所在是在中華報道的宿海路 這間連發是在港場 為幾百公廠方隊 可以看到四樓的替出的所在 一直出黑煙 消防隊接著報案後 廣告現場發言說 總共有二十個原工 掉在裡面 所以說哪補水線哪衝進火燈救人 一個手救出十三個原工 其中一個路原工 救出來時哪騷又哪靠 好 先給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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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邀告一個路原工 給消防警官 送出來是已經不知道人了 他們有在廚房那邊 先做複滅的 出席滅火的動作 那他們沒辦法滅火之後 然後打一一九 請求我們支援 但是那個時候打給你們的時候 其實農業已經四串了對不對 對 他們打的時候 就是我們同仁到達現場的時候 已經農業很大了 上當年表述說 作火時間是在早上六點四十六分 已經是上班時間 工廠來有很多原工 初步打斷作火點是在日老的廚房 原工是要自己打火 掩一個打不花之後 直到一二九 那個時候已經四串都是黑煙 就像十一個人十丟 相機都一個人沒開了 另外還有到原工 不可以走出去美濟冷蔵庫 好想另外發現時已經不遺失了 這個火在中間有十八原工 叫出來時沒開了 經過手救 其中七的人不幸往生